泰国曼谷台商联谊会成立已经22年 从当初联系吕泰台商情感的小组织 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泰国最有规模的台商联谊会之一 在庆祝22周年当天 也进行了会长交接 现任会长马绿敏将重任交给了新任会长林根源 乡亲们争相与泰国曼谷台商联谊会新就任会长 马玉敏和林根源合影 成立22周年的泰国曼谷台商联谊会 举行庆祝大会计第21、22届会长交接 这个由旅泰台商陈水龙所创立的联谊会 一开始是为了响应政府南向顺策 所成立的联谊组织 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泰国最有规模的台商联谊会之一 每年举办的爱心公益和旅游活动 都吸引大批相亲拱乡盛举 在驻泰代表谢武桥间交下 马玉敏将应信交给了新任会长林根源 林根源是泰国台商总会副总会长 也曾在泰国台商社团担任过多项要职 未来将继续发挥所长为桥借服务 那非常感谢我们导泰国联谊会前辈的幸福经营 那我们的会务的话 在每届会长和正面的话 深深日上 让我们对神起传统继续的来努力 那也非常感谢 一半年的工作团队的付出 因为由你们会长才会给大家 谢谢 那也感谢我们家人的真实 妈妈谢谢您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特别贺电祝福新旧任会长 并由助态代表处乔务组长卢金海代为宣读 晚纳福文社也送上匾额福伦之光 表达恭喜之意 场面温馨 大家一起切下生日蛋糕 祝福曼谷台商联谊会生日快乐 当晚愚信节目也相当精彩 包括了摸彩活动 以及妇女谷的彩查舞蹈 让活动更显热闹 乡亲们尽情联谊交流 全场并一起唱中华民国送 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 谭文安电视鲁峰 泰国曼谷采访报导